以下的題目優化最主要大部份的分別 就是在於你要找回輸入和輸出的關係 剩下最大面積就不再示範了 但只說了A部份 到底怎樣可以寫到X和Y的關係呢? 首先它說BDEF是一個長方形 即是說裡面全是90度 同一時間直線上的輪角 所以得出這兩個都是一個90度的直角三明 另外長方形的特性就是對方應該是平衡的 即是說這個角和這個角應該是相等 它是同位角的關係 因為已經有兩對角是一樣的 所以三角形ADE和三角形EFC實際是相似的 抄抄三明顯出來 大小可能有分別 不過形狀要是一樣的 到底相似三角形有什麼用呢? 就是它的邊比例是固定的 所以一定要分開畫出來 然後個別寫每個邊 這個邊就是X 然後AD就是12-Y那一段 所以這是12-Y 然後後面EF就差不多了 EF很直接就是Y 然後FC就是9-X那一段 因為它們相似 所以我們可以寫某些邊的比例是固定的 12-Y對Y應該是等於X對9-X 實際你寫12-Y對X等於Y對9-X也是可以的 然後寫12-Y乘9-X就等於XY 而題目的要求是用Y來做主項 所以拆這裡我最重要是分有Y和沒有Y 所以我一定會拆第一個畫圖 12乘9-X 另一個是-Y乘9-X 把Y放入 Y抽出來 裡面就會是X加9-X就是9 然後12乘9-X除9就等於Y 化減4和3 Y就等於4乘9-X除3 如果按照題目要求來答題的話 要拆開句號36-4X除3 就為資造的題目要求 好啦